人是怎么变坏的? 作者托尔斯泰 有个老魔鬼看到人间的生活过得太幸福了 他对小魔鬼们说 我们要去扰乱一下 要不然魔鬼就无法存在了 他先派了一个小魔鬼去扰乱一个农夫 因为他看到那个农夫每天辛勤地工作 可是所得却少得可怜 但农夫还是那么快乐 非常知足 小魔鬼开始想 怎样才能把农夫变坏呢? 他就把农夫的田地变得很硬 想让农夫知难而退 农夫挖了半天很辛苦 但他休息了一会儿后 还是继续挖 没有一声抱怨 小魔鬼看到计策失败 只好摸摸鼻子回去了 老魔鬼又派了第二个小魔鬼去 第二个小魔鬼想 既然让他更加辛苦没有用 那就拿走他所拥有的东西吧 小魔鬼把农夫午餐的面包和水偷走了 他想 农夫干得那么辛苦 又累又饿 这下面包和水都不见了 农夫一定会暴跳如雷 农夫又渴又饿 来到树下休息 想不到面包和水都不见了 不晓得是哪个可怜的人 比我更需要那块面包跟水 如果这些东西能让他得温饱的话 那就好了 农夫说 又失败了 小魔鬼弃甲而逃 老魔鬼觉得奇怪 难道没有任何办法能把这农夫变坏 就在这时 第三个小魔鬼出来了 他对老魔鬼讲 我有办法 一定能把他变坏 小魔鬼先去跟农夫做朋友 农夫很高兴地和他做了朋友 因为魔鬼有预知的能力 他就告诉农夫 明年会遇干旱 让农夫把稻谷种在湿地上 农夫便照做 果然第二年 别人没有收成 只有农夫的收成满满 他因此而富裕起来 小魔鬼每年都对农夫说 当年适合种什么 三年下来 农夫就变得非常富有 他又让农夫把米拿去酿酒贩卖 赚取更多的钱 慢慢地农夫开始不工作了 靠着贩卖的方式获得大量金钱 有一天 老魔鬼来了 小魔鬼告诉老魔鬼说 您看 我现在要展示我的成果了 农夫身上现在已经有猪的血液了 只见农夫办了个晚宴 所有富有的人都来参加 喝最好的酒 吃最精美的餐点 还有好多仆人服侍 他们吃喝得非常浪费 衣衫凌乱 醉得不省人士 看上去吃肥愚蠢 他还会看到 他们身上有狼的血液 小魔鬼又说 这时一个仆人端着葡萄酒出来 不小心跌了一跤 农夫就开始骂他 你做事怎么这么不小心 哎 主人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饿得浑身无力 事情没有做完 你们怎么可以吃饭 老魔鬼见了 高兴地对小魔鬼说 你太了不起了 你是怎么办到的呢 小魔鬼说 我只不过是让他拥有的 比他需要的更多而已 这样就可以引发他 人性中的贪婪